长辈们一边吃着美味的热食 一边画家常 让会场充满温馨气氛 为了响应在地老化 清水一家文创业者在开春浅系 特别和创世基金会合作 邀请20多位当地的弱势长辈 一起前来同乐 最主要是给老人一个走出来的机会 然后刚刚我们在互动工程当中 还让老人去想一下他自己的家乡 扣教的方式希望老人可以够光 除了安排享用餐点外 熟知地方特色的吴理师长 现场还特别介绍清水的在地景点 与乡野传奇 让不少土生土长的长辈们 都感到相当惊奇 而会场内也邀请留美归国的 硕制钢琴家弹奏台湾早期歌谣 让大家沉浸在优美的乐声当中 很多长辈在听完吴老师的介绍以后 他说原来清水还有这么多美丽的地方 还有这么多的历史 他们到今天才知道 所以他们很高兴今天能有这个机会来参与 很高兴说创世基金会清水 分会给我这样的机会 可以来为老人 老人家们做一点点贡献 尤其用我学的音乐来 让他们能够心情 让他们能够心情很好 而活动结尾 还邀请高龄96岁的清水阿嬷 现唱一系列的日文歌曲 不少人也跟着打起拍子 将气氛带到最高潮 藉由举办活动 不仅让长者能够走出户外 也能增进彼此间的情感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